现在孩子们学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小提琴教育大师林耀基的说法 孩子们学琴的最大障碍 一个是重复错误 恋情盲目 不得要领 我小时候学琴比较晚 因为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学琴 没有按照规律走 我们那时候看一个演奏家是先学外表 而不是学本质的东西 比如说手的高低呀 外表的姿势呀 这都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脑子 了解不了解琴的规律 不按照规律办事 完全是一种主观的 不科学的方法呀 那也是学不好的 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会犯一个毛病 就是不够科学的练琴 一个东西重复很多次 但并没有把不好的东西取出来 就好像我们吃饭不能容忍 有个苍蝇在里面一样 因不准重复十个钟头不是坏了吗 一筐水果里面有两个坏的 如果你不拿出来 那么过两天就全变坏了 所以我说要向生活学习 生活告诉我不能同流和污 不能污染自己的耳朵 不好的我就把它排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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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